和平救援赴2021中越两军参演分队开展联合救援训练 联训现场 中越两军医疗队展开训练 参加中越和平救援档2021为情联合演习的两军参演分队 8日首次在越南广宁盲街演习地域开展联合救援训练 联训现场 以车辆、帐篷、方舱为载体的中越两军两所二级医院全要素展开 各功能模块有序运转 在模拟地震灾害废墟前 联合前出急救组对伤员进行紧急包扎止血 使用便携设备快速诊断 加强生命支持 中方二级医院分类组军医 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组织医师李富强告诉记者 此次演习的主要特点是模拟短期内产生大批量伤员 主要伤情为重物抛制或挤压导致骨折 胸腹腔脏器损伤、颅脑外伤等 通过现场紧急救治和分类后送 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批量伤员得到确切治疗 提高救治效率 根据此次演习特点 双方将采取多种新手段 如开设移动检测方舱、检测传染病 使用无人机侦查灾情 运用可视化系统实时传输伤情 联通卫星实现国内远程会诊等 展现实战运用效果 提高联合开展应急医学救援能力 据悉 经过两天联合训练后 中越两军为勤士兵演习 将于12月10日正式开始